这个配伍它的意义不在于说这两个心门的活主都是调伙的调性 不在于它是知道心脏方面的问题 不仅仅在于这个 活主和心门来配伍呢 它不仅仅在于说它知道所有的心系统的病变 它还在于什么呢 它的那些气肌升降失调的病变呢 有非常好的效果 阴阳失调的 气肌升降不利的这些病变 有非常好的效果 活主穴和心门穴 活主穴在后面 活主穴和心门穴 这个配伍呢 当然它也可以知道一个新系统的病变 对吧 因为活主穴它本身在统治穴里面 它有所谓心之分身神经 心门穴它也属于心之分身神经 这两个穴道一配的话 知道心脏病啊 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配合 对不对 一上一下 是吧 一上一下 这个非常有趣 最关键是这个配合 对某些气肌升降不利的病人 或阴阳失调的病人 有非常好的效果 阴阳失调的病人 哪些病算这样的 你可以想一想 气肌失调的病人 有哪些会有什么表现呢 哪些是阴阳不合的病人呢 对不对 哪些是阴阳不合的呢 很多妇女啊 更年期前过的很多症状 都可以用火煮穴和西门穴来调研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火煮穴和西门穴 在董事齐穴里面都是跟心有关的 对不对 但是它这两个穴道 按照十二正经来看的话 它在什么经上呢 一个是在肝经上 一个在什么经上呢 一个在小肠经上 肝经啊 是丑啊 是吧 丑实嘛 下肠是味 这个丑味也是相冲相合的 相冲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对气息生降不利的 对那个阴阳不合的阴阳失调的 有非常好的效果 大家记住了 这个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呢 两个都取啊 双色的火煮 双色的西门穴 双色的西门 双色的火煮 这个非常有趣啊 西门穴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学的